腰椎间盘突出,屁股痛,腿痛,三个方法轻松改善 大家好,我是北京公立三甲医院副主任医师马学红 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如何帮助腰椎间盘突出的患者快速恢复 其中腰无底液突出的患者是占大多数 现在让我给大家介绍三个简单的方法 让你的腰痛好得更快 建议大家点赞收藏以防滑走以后找不到 首先当疼痛严重时,不要再继续活动 一定要卧床休息 因为此时神经根处于压迫和水肿的状态 过度刺激只会加重症状 在平躺时建议在腰部下方垫一个枕头 这样可以有助于恢复腰椎的正常生理取动 使腰椎间盘的间隙增大 从而减少对神经根的刺激 其次是在静养期间 你需要使用两类药物来帮助缓解症状 一类是消炎症痛药,乳气灶带纳,塞来西部,双路风酸钠等等 另一类是营养神经的药物 如甲骨胺配合维生素B1 这些药物可以帮助消除神经根的炎症和水肿 缓解疼痛 最后你需要找到专业的医生进行体质辨证 并根据具体情况的对症用药 选择具有活血化于通落止痛功效的药物进行治疗 以促进神经根的水肿消退和疼痛缓解 只要认证做到这三点腰椎胸盘突出引起的腰痛腿痛 同步疼痛的症状可能就会很快消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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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